新香會推出多款特色菜 及各類新增菜式 新派川菜 傳統精菜 經典小廠 盡在新香會 北約客店3875 Dummies Road 647-288-8899 釋迦寶店3290 Millain Avenue C16754-8810 溫家寶表示 1991年 中國同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開啟了中國與東盟關係的 歷史進程 20年來 雙方各手相互尊重 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 不斷增進政治互信 在合作中倡導互利 互助 互建 促進共同發展 在困難面前同仇共濟 努力把挑戰轉化為機遇 共同致力於和平共處 和睦鄰友好 積極營造安全和諧的地區環境 今天 中國與東盟作為致力於 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 在前所未有的廣泛領域 和高水平上開展交流與合作 成為休憩相關 融入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溫家寶說 世界正處於深刻複雜的變化之中 世界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 不穩定性有可能長期存在 中國和東盟既要充滿信心 又要保持清醒 把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作為第一要務 堅持由東盟主導東亞合作進程 在多邊領域維護共同利益 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 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努力 溫家寶就深化中國東盟勿施合作 提出以下倡議 第一 認真實施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各項協定 完善自貿區建設 擴大貿易和投資合作 第二 成立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合作委員會 加快推進互聯互通等基礎設施建設 第三 深化金融領域合作 加強央行合作和人才交流 推動金融市場開放 加強監管領域對話合作 擴大本地互換規模 全面提升東亞金融危機救助水平 維護區域內金融穩定 第四 開拓海上務實合作 中方將設立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 推動海洋科研與環保 互聯互通 行情安全與搜救 打擊跨國犯罪等領域合作 第五 深化科技和可持續發展領域合作 將明年作為中國東盟科技合作年 推進綠色經濟 節能環保 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等領域合作 第六 更加重視社會和民生領域合作 加強職業教育培訓 災害管理 人道主義救援 醫療衛生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溫家寶表示 中國東盟關係的基礎是牢固的 潛力是巨大的 前景是廣闊的 東盟國家領導人高度評價 中國東盟關係20年來的發展歷程 和輝煌成就 讚賞中國長期以來奉行慕尼友好政策 以實際行動支持東盟國家發展 和東盟一體化建設 支持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 推進區域合作所做的努力 歡迎溫家寶對進一步加強 中國東盟合作提出的倡議 表示 東盟各國願與中國 繼續相互支持 密切配合 深化戰略互信 抓住機遇 全面提升務實合作水平 共同為促進本地區 和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做出貢獻 會議發表了紀念峰會聯合聲明 隨後 溫家寶與東盟國家領導人 共同出席了中國東盟中心揭牌儀式 當天下午 溫家寶出席了 在印度尼西亞巴黎島舉行的 第14次東盟與中日韓 10加3領導人會議並講話 溫家寶表示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 深層次影響仍在發酵 各種複雜因素交織 使世界經濟前景變得不確定不穩定 東亞國家相互幫助 加強合作 共謀發展 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保持了經濟較快增長和金融穩定 地區經濟融合進一步加深 東盟與中日韓10加3合作 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要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增強凝聚力和內生發展動力 通過進一步深化合作 提高抵禦風險的能力和整體競爭力 在世界格局的變化中佔據主動位置 溫家寶提出 下一階段 10加3國家要在以下方面加強合作 第一 加快推進本地區 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在充分尊重東盟中金地位 循序漸進 兼顧各方關切的基礎上 務實推進東亞自貿區 和東亞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建設 第二 進一步提升區域財金合作水平 提高清賣倡議多邊化協議有效性 拓展危機防範功能 積極推動亞洲債券市場建設 促進本幣債券發行 加強區域貿易本幣結算等新領域研究 第三 加大對東亞互聯互通建設的投入 為推進東亞一體化建設打下基礎 第四 加強科技 新能源 節能環保 糧食安全 醫療衛生等領域合作 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和可持續發展 溫家寶指出 東亞合作 處於發展的關鍵階段 堅持東盟主導 突出發展 互利 共贏的主題 繼續以10加3為主渠道 推進東亞一體化建設 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 明年是10加3合作進程啟動15周年 我們要以此為契機 進一步堅定 盡心 團結協作 推動10加3合作達到更高水平 其他與會領導人表示 10加3合作經受了國際金融危機考驗 顯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 當前 世界經濟形勢依然嚴峻 東亞地區發展機遇與挑戰並存 10加3國家有信心 有決心 加強勿施合作 認真落實以達成的共識 提高東亞國家整體應對危機的能力 促進可持續發展 造福本地區人民 阿倫違約因涉嫌在2007年大選中 存在舞弊行為而受到調查 菲律賓法院今天向其發出了逮捕令 法新社判斷 一旦罪名成立 這位64歲的前總統 很可能在監獄中度過餘生 敘利亞反政府武裝人員17號 利用火箭彈等武器 襲擊執政黨 阿拉伯復興社會黨 位於伊德利布省一處辦公地 雙方隨後爆發衝突 但這一說法遭到敘利亞官方的 阿拉伯敘利亞通訊社的否認 此前一天 一夥自稱為 敘利亞自由軍的倒戈士兵 動用火箭炮和機槍 襲擊了敘利亞空軍一處情報機構 並與政府軍發生激烈交誤 這是自敘利亞今年3月局勢動盪以來 首次出現政府安全部門遭襲的情況 俄羅斯外交部長希爾蓋拉夫羅夫 17號警告敘利亞衝突雙方保持克制 否則可能引發全面內戰 法國外長朱培表示 目前法國 英國 德國 正在與阿蒙一道在聯合國大會 推動一項針對敘利亞的新決議草案 但目前還沒有動用軍事力量 對敘利亞實施制裁的計劃 上個月4號 一份由法國 英國等歐盟國家 提交的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 在聯合國安理會表決未獲通過 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下 歐盟第四大經濟體 西班牙的經濟陷入了停滯 據歐盟統計局公佈的數據 西班牙2010年公共債務總額 和財政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 分別高達60%和9.2% 國內失業率超過20% 市場擔心 如果國債收益率繼續攀升 西班牙的債務危機 或將就此被引爆 此外 早在15號 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 意大利10年期國債收益率 再度跨過7%的警戒線 在意大利濒临危機之後 市場對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 法國的擔憂也與日俱增 專家認為 義法兩國經濟總量大 在意大利搖搖欲追的情況下 如果法國再被傳染 對市場信心的打擊將是巨大的 更令外界擔憂的是 各國推出的緊縮措施 遭到了各國國內的強烈抗議 17號 希臘首都雅典 出現了約5萬民眾參與的 抗議財政緊縮政策的示威遊行 同一天 意大利西班牙多個城市 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 金正日說 不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化 朝鮮始終堅定致力於鞏固和發展 朝中傳統友誼 為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 做出新的努力 李建奈表示 中方願與朝方一道 不斷增進理解互信 密切務實交流 促進中朝睦鄰友好合作關係 全面發展 一段時間判了 感谢观看